要加强债务和风险管理,实现可持续发展 应当客观全面的认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 如果债务的增加伴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 民生的改善,劳动生产率的提高,贫困的减低 这些都是有利于经济发展指标的改进的 有利于长期可持续的发展的 投资可以产生新的现金流 增加一个国家的经济偿还的能力 这样的投资就是可持续的 投融资的决策要充分考虑市场主体和资本金约束 合理设置投融资的结构,有效管控风险 也要充分考虑一个国家总体的债务承受能力 加强投融资的统筹协调,确保债务可持续